英国统治印度长达一百多年 但是1930年 总督欧文知道一场危机来临了 那是英国军队难以制胜的冲突 欧文的对手就是甘地 甘地的名字已经成为非暴力运动的同义词 从南非归来之后 甘地成为印度数一数二的政治人物 他知道 控制印度关键需要印度人民的合作 而不是英国人的高压统治 他说 就十万英国军队 怎么能控制三亿五千万印度人民呢 当时只有十万英国军队 甘地说 英国人希望我们做的 我们都不做 整个国家都静止下来 大面积的全民不合作 许多印度人支持这场斗争 甘地必须找个很好的办法 使他们的能量发挥出最大效果 甘地回到印度西海岸萨巴玛地河边他的总部 住在这个印度高僧修行的村子里 他静心冥想 寻找一个争取自由的非暴力方式 一连几个星期 他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 看不出他在想些什么 他们有的人说甘地 在那关键的几个星期 德塞就住在甘地的村子里 有的人说他很聪明 不想让英国政府知道他会采取什么动作 甘地一直说 我只是等待 等待心中的呼唤 我知道一定能听到内心深处的声音 二月 他做出了决定 他要挑战英国对食言的税收和垄断 三月二日 他给总督欧文写信 指出食言法律的不公正 声称他将到海边非法制言 还将邀请所有的印度人与他同网 他请求和欧文谈判 几天以后 欧文的秘书回信表示 总督大人对甘地的计划很是遗憾 甘地派人在海边寻找合适的地方 开始这场全民不合作运动 他在文章和演讲中指责食言法律的不公平 尤其对穷人的不公平 他知道食言代表的意义非凡 每个人都需要盐 没有盐 你我就不能生存 所以 他想选择一个跟所有的人都有关系的问题 要能触动每一个印度人的心 盐是我们大家都需要的东西 为什么要收税 凭着对政治效果的直觉 甘地画出了从他的驻地到海边的路线 他和自愿加入的人们要走400公里 近一个月的时间 这必定会制造悬念 吸引更多的人们注意他要传递的信息 他已经做好了到达目的地之前就被捕的准备 3月12日的曙光揭开了伟大的一幕 60岁的甘地是78个步行者中年纪最大的 几千人参加进来 包括悄悄监视动静的警察 但政府没有进行任何干涉 政府担心甘地太受欢迎 一旦动手会引起暴力骚乱 所以他们在权衡逮捕他的利弊 其实他们低估了这场运动 以为会以失败告终 他们想 他就这么走下去不违反法律 我们不能抓他 为什么要抓他呢 让人们去笑话他吧 甘地希望被抓 但是不要太早 他在路上走的时间越长 受到的注意就会越多 他的信息不仅要传给在印度的人 还要传向全世界 几十名记者已经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他在演讲中强调 我们一定不能恨英国人 他们并没有从我们手中抢走印度 是我们拱手送给他们的 我所知道的甘地 在学校的时候 就是让人崇拜的人物 像圣人一样让人养化 他就是圣人 首先 他穿得就像 他说的话也很像圣人的话 另外 我长大以后发现 他对人类历史十分精通 他是一个非常了解别人心里 他很清楚 英国人有这种比赛要公平的观念 也很明白 怎么利用这个观念跟他们周旋 尽管英国国王对使用武力从不犹豫 但是政府官员还是以自己的文明统治 和印度官员的合作为自豪 甘地想消除印度人对外来统治的赞同 这次长途跋涉使政府陷入两难 逮捕甘地 全印度就会起来抗议 允许他公然藐视法律 英国可能会无可挽回的丧失对印度的统治 甘地在每次演讲中都解释非暴力抵抗的力量 他呼吁地方官员放弃政府的职位 他说如果每个人都拒绝合作 英国人就没有办法了 他要求村长都辞职 我想有140多人辞职了 他为什么这样要求 因为是一个外国政府在为自己的利益统治这个国家 你干嘛为他服务 尽管有谣言说他健康恶化 甘地仍继续按计划前进 每在一个地方落脚 他就问 有多少地方官员辞去政府职位了 有多少村民穿卡地 卡地是手工织的棉布 是这次运动的非正式服装 甘地告诉印度人不买进口的羊布 他自己每天仿两个小时的棉花 让人们注意 在英国布的冲击下 成千上万的仿线工人没有活干 甘地说 如果每个印度人都同时仿线 仿车的声音就会变成自由的歌声 他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他必须说服几千名自愿加入者 做好被捕和坐牢的准备 否则这次跋涉将以失败告终 他还明白如何让更多的人看到他发出的信息 从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 他是印度最伟大的 有人说是广告宣传家 甘地这次步行 比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的步行早好多年 甘地是这方面的鼻祖 随着他们一天一天向前走 人们把消息传开了 他在朝海边走 他要挑战法律了 我们也去吧 趁这个机会让英国人看看 用不着打他们 也能让他们知道 我们所代表的力量 我们不是奴隶 我的天 我的天 虽然那时我还在上学 可是我一想到他快接近目标了 我的寒毛都竖起来了 我们都知道 他抓起一把盐就会被捕 第24天 步行者来到海边 一家美国报纸评论道 英国人因为茶叶事件 失去了美国 现在因为食盐 又要失去印度了 在挑战法律的前夜 丹地在海滩上 与一万两千名支持者在一起 他说 把盐攥在手里 想一想 这是五千万卢比 通过对盐的垄断 政府从我们手里 拿走了这么多钱 四月六日清晨 甘地弯腰拿起一块泥土和盐 甘地打破实验法律的消息 让整个印度沸腾了 几千人学着他的样子走到海边 印度未来的总理尼赫鲁 描述当时的气氛 好像弹簧突然松开了 全国上下 直言成了那天的话题 治的好与不好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打破讨厌的实言法律 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这次制言行动的巨大成功是英国人史料不及的 曾经有很多人持怀疑态度 什么 制言行动 把海水放到锅里煮一煮 就想推翻英国君主 这就是他们的想法 可是在非暴力斗争中 领导者深邃的阳光才是最关键的 关键是能让人动起来 让他们感觉到是值得斗争的 并且是用非暴力的方式 甘地的运动席卷全国 他很惊讶自己没有被逮捕 他来到海边的村庄 鼓励人们用不合作的方式抵抗 说这仅仅是个开始 我们今天挑战实言法律 明天就把其他的法律扔进废纸桶 我们要把这种不合作坚持下去 直到当局无法维持 你是非暴力的 我们怎么攻击你 我们怎么面对你的挑战 尽多也就是把你关起来 可是如果把你关起来 你就会更有名 我们不能对你动武 不能对你使用暴力 所以甘地这个人提出的策略 比英国人厉害得多 欧文总督从新德里 给伦敦发电报了 甘地个人的影响力令政府尴尬 在一些地区 他已经威胁到政府的权威 甘地的总部在海滩 他抓起第一把食言以后过了一个月 甘地宣布要更进一步 要和自愿加入的人们夺取附近城市 达拉萨纳的制言工厂 5月4日午夜 他给欧文写信 提出三个解决方案 制止对言厂的袭击 一是废除食言税 二是逮捕袭击的人群 三是打破他们的头 写完信 他就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 甘地被关进监狱 他很高兴 他的被捕引发了一场风暴 一座城市接一座城市 正常的生活停止下来 欧文总督宣布了一条 稳步施压的策略 警察尽量不用暴力 欧文宣布了紧急法令 禁止政治集会 新闻要经过审查 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工作委员会被取缔 欧文避免直接镇压的计划失败了 因为新的法令提供了新的违法机会 几千人被逮捕 这正是甘地所希望的 一群警察来逮捕我的父亲 我们几个小孩追着警车跑 我们说的不是什么爸爸再见之类的话 我跟他说 爸爸 这一去至少要关两年 意思是 希望你不要在监狱里面待得比两年短 你看 我们觉得爸爸坐两年牢是骄傲的事 不能只坐三个月什么的 可见 甘地的思想 在那种气氛中 已经影响到孩子 甘地的思想 是在那种气氛中规触到孩子们 甘地不在 达拉萨纳演场照样被占领了 著名诗人奈都夫人 领导了这次行动 她跟她的队伍说 在任何情况下 你们都不要使用暴力 你们会挨打 但不要反抗 甚至都不要伸手去抵挡 经过了十天的小冲突 警察对两千五百名参加者大打出手 他们用带有铁头的棍棒 殴打这些人 美国核中社记者 韦伯米勒目睹了当时的情景 人们被纷纷打倒在地 我听到棍棒敲击陀鲁 发出令人恐怖的声音 被击中的人仰面倒地 昏死过去 有的人在头骨破裂 或肩胛骨折的痛苦中挣扎 米勒的报导在近两千份报纸上发表 并在美国参议院宣读 一个参与其中的印度人解释 我们的目的是让全世界看到这个政府 丑陋的毒牙和凶残的魔爪 从这一点上来说 我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进入仲夏 斗争依然没有减弱 尽管把甘地和其他主要领导者 都关进了监狱 政府还是失去了对大城市的控制 媒体对警察暴力的报导 不亚于这个运动本身 给英国人带来的冲击 欧文给孟买的总督发电报 我敢肯定敌人正是希望我们使用棍棒 必须绞尽脑汁 想办法消除他们这个优势 7月 政府报告有17000名非暴力的抗议者被捕 甘地提出把监狱做满 目的不仅是自我牺牲 而是一场全民性的不服从 正在稳步瓦解英国人的统治 如果一个当权者贪图享受权力 他能享受的程度完全取决于人民对他服从的程度 一旦人民不再服从 一旦人们不再遵从法律 一旦人们不再听从当权者的指令 他们的权力就消失了 不能忍受监狱之苦的人 也可以在其他方面帮助这场斗争 在卖英国货的店铺门前警戒 联合抵制英国货 看到销售额下降 欧文总督发布了禁止胁迫法令 不许在店铺门前警戒 结果更多的人被捕 没有被捕的人在一边欢呼 英国与印度的贸易下降了25% 到12月 四分之三的外国布店关门 1月 英国首相麦克唐纳看到谈判 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于是下令释放甘地和其他领导者 全国的不合作运动依然很强势 人们在庆祝甘地获释 不过甘地知道 他的人马需要休息 2月14日 他通知欧文总督他准备谈判 并声称在谈判期间 仍然要坚持制言和抵制英国货 在新德里的总督府 甘地是第一位以平起平坐的身份 与英国统治者会见的印度人 谈判持续了三个星期 欧文拒绝在实验法律和进口布匹上让步 因为这样的让步会得罪他的印度合作者 在甘地的要求下 政治犯被释放 镇压法令也被取消 于是他宣布停止全民不合作运动 宪法方面的问题推到后面的伦敦会谈去讨论 有很多人不满 他们觉得甘地可能妥协了 觉得他放弃的太多了 但甘地总是这样说 这场运动不是徒劳的 因为它是通过这样的运动 在锻炼人民 你不可能什么都一蹴而就 做出一定让步 积攒力量 锻炼自己 然后再采取下一步行动 海边制言活动一年以后 印度还在英国的统治下 但甘地已经使人们认识到 英国在印度统治的不合法 揭露了种种不公平 结束了印度人对外来统治的默许 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 把印度带上通向独立之路 16年后 就是1947年 英国承认印度独立 一年以后 甘地被刺客暗杀 甘地的伟大成就超越了印度国界 他对非暴力运动的远见和实践 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他曾说过 我的非暴力斗争策略 还处在雏形阶段 就如同爱迪生时代 对电的利用 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除了 离开 与白 有 有 有 谢谢观看